当地时间7号 反对脱欧和支持脱欧的人群 走上了伦敦街头游行 英国警方的当天 也组织了大量的警力维持秩序 不过随着游行活动的进行 有部分支持脱欧的人与警方 发生了冲突 有16人被警方逮捕 据媒体公布的画面显示 英国警方7号在游行区域 布置了大量警力 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骚乱 警方人员组成人墙 隔开两边的游行队伍 随后警方与现场的 支持脱欧人群展开对峙 面对这种情况 其他地区的警察 也来到现场进行支援 而在另一侧 部分支持脱欧的游行参与者 在英国议会广场外 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有人拆下栏杆并扔向警察 警察用警棍击打袭击者还击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据英国警方表示 警方在这场暴力冲突中 逮捕了16人 其中13人被控暴力骚乱罪 屏幕被吁载了 地区中指援 技判性 破区 雨去 雨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